謝謝主席,我們請部長,好,部長,請 會員好 部長,辛苦了 我期許部長回到學術界的時候 我們很驕傲地回去 當然很困難,因為課綱的問題 留下了一個印記 這個印記恐怕會追隨一輩子 但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下 我還是希望部長有機會能夠歸正還是要歸正 讓我們再回到學術界的時候 我們是堂堂正正地走回去校門,好不好 當然,我們做的每件事情都可以對得起良心 這個課綱的事情,我認為 我們也可以對得起良心 部長的決策是深化了我們這一代的社會分裂 你把我們這一代的社會分裂藉由克剛的新舊病程深化到我們的下一代 這個是要對歷史做交代的決策 我的評價非常的明確 我還是在提醒一次部長 在來得及歸正的時候 你還有機會 好,這是一點 接下來我談一個小問題 蠻技術面的 本席相當關心就是 我們的教育能不能真正做到是財是性 我們大專院校一百零二年度第一學期來講的話 我們的修學 學生修學的數字 好,看一下學生修學的數字 幾個問題 第一個,部長 你先要做到 因為經濟困難而修學 人數太多 台灣社會 台灣社會到現在 你們對弱勢 目前所做的大專院校對弱勢學生的幫助 大概就是免學雜費 其他的配套不夠 所以呢 你看看 以我們這個學年度來講的話 最終還有三千一百多 三千一百六十一個人 他是因為經濟因素而修學的 好,這個是很嚴重 那我剛剛講說你們的指標體系不夠細膩 其他原因竟然高達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九人 佔了八分之一耶 佔了七分之一耶 蛤 所以你們的分類體系太粗糙 你看不出真正學生修學的原因 看不出全貌 那這個是一個小問題 但是我比較關心的 我們在談是財是性的時候 我要看說 因學業志趣而修學的比重 非常的高 高達四分之一 就是修學的原因當中 因為學業制 這就牽涉到我們的入學的機制 是不是夠 是財是性 那我就來看我們的入學方式 其實我們的入學方式 尤其是在真是入學 申請入學這些部分 其實它是提供了非常的自由度 給各個學校的各個系 而且提供了一個非常寬廣的 可以讓學生 視才視性的一個真是方式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來 我們看看以這個台灣大學中文系來講的話 他學測成績他佔40% 可是他特別要加強他想要的學生 他在寫作比試跟語文測驗比試的部分 各佔百分之 加起來百分之六十 這個學生如果有這方面的專長 我覺得是蠻好的一個架構 那我們再看看 那以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來講的話 他各佔一半 他特別強調你對生物學的了解 我需要這方面的學生 所以我也覺得 他能夠找到視才視性的學生 這也是一個可以找到視才視性學生的架構 我們再來看一下 來 下一個 那高一的心理系 他反而學測不是佔那麼高的比重 學測下降到30% 然後他有面試 他的面試呢 我想醫生對他們來講 尤其是心理學 心理學的訓練 諮商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加強面試40% 思考於學習潛能的測驗 這加起來70% 我可以決定我要哪一種學生 其實也有區別性 考進來的大概都有視才視性的機會 來 接下來 我們看到這個休閒管理系的 這個資料的時候 我覺得他也知道他想要什麼 他要團隊活動的能力 跟情境反應的能力 來作為這種心理的測驗 來作為休閒事業管理學生 應該要有的基本 到現在為止 我都覺得這些系所都能夠區變 來 接下來 當然審查跟面試占70% 就非常的鬆散 這是一種模式 再看 我實在不變說太多 來 這個的話就更是沒有辦法區變度了 學測20% 審查資料80% 審查資料我們要曉得 學生很多資料 他是可以委託別人帶做的 有時候是家長做 有時候有一些公關公司 也在替人家做 那像這樣的話 我們就覺得說 他可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真正達到 是才是性的 徵選學生的方式 那這個部分 部長 你們還沒有做過研究 你們的委託研究 在這一塊 我希望你們去加強 好不好 到底我們 我們各個學校的入學 尤其是我們教改了以後 這種多元入學實施這麼久 他在各級的教育體系裡面 他到底功能是什麼 效果是什麼 後果是什麼 我希望你們做一些委託的研究 好不好 是 趙聯會目前針對這樣的議題 有自己在做研究 其實我們已經提供了一個 非常高度的自由的機制 然後這個機制呢 把權力大量的都授予在 各個學校的各個科系 讓他們去決定他要什麼樣的學生 這是一個很好的制度 好 那我們看完了真實入學 那因為本習長期其實非常關心 真實入學或申請入學的這一塊 到底有沒有階級的偏差 我們來看一下幾個表 我們用公立大學來看 一般生跟低收生的錄取 好 以真選入學來看 低收生由考試分發進來的有50.8% 由真實入學進來的只有49.2% 所以還是要小心 真實入學背後有沒有隱含著階級的偏差 低收入生 他們藉由真實入學進來的比重 是低於考試入學進來 這當然符合我們一般的理解 我們一般的刻板印象就是 考試入學更能夠達到平等 更能夠照顧 更能夠擺脫階級的偏差 我們從公立大學的整個入學來看的話 確實也告訴我們 我們以低收生來講 就是家庭的經濟狀況 屬於比較弱勢的這些學生來講 他們還真的必須比較多是靠考試入學 所以在真實入學的階級偏差的部分 我也希望部長你們要深入去了解 也足夠我們實施這個制度也足夠久 有足夠的樣本 足夠的基礎 讓我們應該要藉由 一個全面性系統性的學術的研究跟了解 來看看我們這些制度在運作的結果是什麼 好不好 更何況我們其實是有相關單位 我們的教育研究院 看有沒有長期在監測這些事情 那比較階級的偏差比較明顯的呢 最明顯是兩個學校 一個是台灣大學 我們看一下 台灣大學 台灣大學的經濟弱勢的學生 能夠從真選入學進來的 跟從考試分發進來的 他們的比例的差就超過平均比很多 這個顯示 這個顯示 校長 不用上來沒關係 我們回去了解一下 好不好 楊校長 好 您看看繁星的部分普遍來講 繁星的部分普遍來講 經濟弱勢的學生比較優勢 他確實比較容易造成這種階級的偏差 所以我們從公立學校的平均來看 比例的考試分發 透露出有階級偏差的現象存在 是 我們了解這個現象 那這一點就請部長 在我今天談的這兩個重點 能夠為我們將來做教育政策 需要有所依據的時候 趕快建立database 重新檢討你們這些表格分類的指標體系 這個指標體系不夠精確 另外就是一定要趕快開始做教育學方面的研究 一定要長期的做系統性的研究 我們未來的決策才能夠有一個比較理性的基礎 去做好正確的決定 因為現在民間已經很多連署都出來在討論這一塊了 那本席下去關心的時候 我就發覺說你們要很小心的做這些決策 好不好 謝謝 我們會深入來研究 是 謝謝